这边的西红柿应该挺好吃的 太香了 你是不是只吃你面前的菜 吃素吗 你吃素啊 不是 他许了个月只吃一个月的素 还有多少天 二十多天 那不就刚开始吗 你太亏了 我就在哥哥节目的时候 许个月 我说这次我们赢了我就吃一个月的素 结果我们赢了 只有你一个吃还是全部都吃 我一个人 我默默地许个月 他怕万一没有赢 还有光整队了 这边里面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郑君哥 因为我最近在看披荆斩棘的哥哥 看完之后就觉得他们夫妻一定是非常的恩爱 从哪里看出来的 我说凯凯 因为我们小时候凯凯 我跟凯凯我们同一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 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小小的 所以没有想到一晃 我们都老了 各自找到了很棒的另一半 然后现在也都挺幸福的 然后他也当爸爸了 我也当妈妈了 今天看见苗茉也觉得特别好 乖乖的 就都是有好事情在发生的 乔恩和艾伦呢 等于是在大家的见证下 见证了你们的爱情 真的太美好了 真的在节目上面牵手成功之后 然后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 然后我很多朋友 你知道吗 就艺人的女艺人朋友说 乔恩你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真的是从马来西亚找一个素人来 你跟他在一起 我说对啊 他说在哪里找的啊 我就说我怎么知道 上网了找的 上网了找的 他就说你就这么敢啊 我就说也没什么敢 这这么公开话 这么多人看着呢 他说哇那我也要去 婚恋节目 就是那时候年纪稍长 找不到男朋友 我就上节目去找了 结果真的给我找到了一个 怎么找到这么优秀的 太甜了 我是之前我是听说的都是 大家都比较恩爱 见到时候觉得确实更恩爱 非常让我感到 我学习的榜样 说完了 第二题 我们还没说呢 你快点说 快点开开 快说 好 乔恩其实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那会儿拍戏的时候 我们还聊过这话题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男生可以降服他 然后终于对艾伦出现了 所以对他们的印象 我还是比较模糊的 因为我也没怎么看那个节目 我们回去好好看 对 我更多的是好奇 见证一下 对他们的印象我更多是好奇 军哥和刘云就不说了 大家圈里是众所周知的这个 可能从你们刚认识 然后到后来结婚 什么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听闻 什么之类的 哪方面的听闻 哪方面的听闻 你好 托尼老师 放松一点 一直 一直就是说到今天还是很棒 到 凯凯你好 我今天可能有点高反 词语词汇有点匮乏 好棒 好棒 今天三个形容词 哇 这里好大 你们人都好 好 四伯你别说了 你们觉得结婚应该要找性格相似的还是互补的 我们肯定是性格相似的 性格相似 但是生活习惯又完全不同 我是上海人 他是北方哈尔滨的 然后就生活习惯各方面 所以一直到现在 可能说从来不吵架 但是有为一些生活上的小事争 争两句的也就是生活习惯 饮食上有没有 我不吃蔬菜 不吃水果 我也是 我现在吃了 他原来一口都不吃 然后我妈见到他的时候 当时特别惊讶 说原来不吃蔬菜 不吃水果 还能长这么水灵 就觉得在我们的印象里 怎么能不吃呢 对 我现在偶尔吃点蔬菜 现在稍微吃一点点 其实在吃饭上也互补了 你把肉都吃了 他把菜都吃了 对 你们是互补吗 我们肯定是互补型 我是比较风风火火那种 他就是比较沉静的那种 但是某一些地方也比较相似 多喜欢穿成托尼老师 看出来了 然后你就逼他穿成托尼老师 强迫这样的 你知道吗 必须穿一样吧 还强迫他带发胶 我们两个也是互补 对 我们性格很不一样的人 他的性格比较稳 然后他喜欢的东西 也是走艺术家这种 因为他画画嘛 然后我的性格就比较像小孩子 我也是风风火火的 就比如说他要装一个 电脑上的一个什么东西 他可以从中午12点 他装到下午6点 他就非要把那个给弄好 像我就是三分钟 对 我弄不好我就不要了 你知道吗 我就不要了 我就弄别的 我要生气了 对我来说 我不是在把那个东西弄好而已 我在研究 这只有男人懂 我以前在家里修一把雨伞 把自己修得晕过去了 就都昏迷 我太理解了 因为他长时间专注弄那个东西 其实很累 很累 郑老师是互补型的 互补型的 一动一进 对 我们俩完全互补的那种 我是大大咧咧的那种 就是穿什么衣服不穿什么 我根本无所谓 他特别讲究 就是你要穿 必须穿这个不穿那个 所以我就被摆弄来摆弄去的 如果他让你穿全身粉红色的 你可以接受吗 你那没办法也可以 就无所谓 让我穿什么都行 我刚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买好多好看的 衣服裤子包包眼镜给他 拿回家以后特别开心 我老公你换上呗 然后他说 我不是你的宠物 我不要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 我发现互补有互补的好 就他这方面缺我就补他 然后我有什么缺的地方 他就补我 就互补有互补的好 但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合适最重要 可能永远不吵架 也可能相爱相杀 三天两头就吵架 但只要相爱就好 有事就好 我觉得是 听上去很有道理 你看 他就要补这么一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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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